郭台铭对柯文哲 他会想到的是说 柯文哲找他的目的那是什么 现在是柯文哲有求于郭台铭 郭台铭无求于柯文哲 对一个反复的人 那请问你会用什么方式对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1月15号柯文哲签下了 城下之盟 他知道事态不妙 当天晚上他找了郭台铭 那郭台铭也告诉了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自己承认 就是说 郭台铭跟他讲 你连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你都不知道 你还跳进去 这个是今年3月 柯文哲跟郭台铭讲的话 郭台铭用这句话来回 柯文哲 完了以后 各位再来看看 17号到19号之间 17号到就是等于18号到19号之间 足足15个小时 柯文哲见郭台铭两次 都是柯 都是柯文哲主动请见郭台铭 不是郭台铭找他 柯文哲为什么要找郭台铭 四个 第一个 我毁约 我需要有外援来帮助我 第二个 毁约之后 柯文哲知道 自己也未必选得上 他必须要寻求郭台铭的支持 那第三个 他大幅度的让步 让郭台铭可以推荐 不分区跟副手 那第四个 他的发言人 还有他办公室主任 通通都在讲 还有郭台铭的发言人 讲同一件事情 他说郭台铭要不要参选 在柯文哲的一年之间 那换句话说 柯文哲跟郭台铭结盟了吗 未必 他们想的是太天真 郭台铭被国民党骗了两次 他这次怎么再回上道 因为事不过三 就是说 郭台铭也应该告诉了柯文哲 如果蓝白不合 他可能会参选到底 虽然现在很多的讯息都指出来 郭台铭取消了不少的行程 那第二个 郭台铭也不找幕僚开会 他陷入到思考 他陷入到参考 到底要不要参选 那第三个 郭台铭自己本身 在参选与不参选之间 他22号就会决定 这个是一个极为可靠的人士 他告诉我的 因为我对郭台铭讯息的掌握 都是透过共同的朋友 那这个人跟我讲的 我都相信 事实上柯文哲找郭台铭 15个小时你找他两次 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非比寻常 郭台铭会不会上当 郭台铭要看 蓝白和的这整个 惊爆七日情 而后做一个决定 基本上郭台铭也不太相信 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的反复 让郭台铭想起了很多 当年不愉快的往事 那这些事就不必多讲 讲了出来伤感情 事实上现在郭台铭 他要考虑的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103万6700多份的联署书 这个人情郭台铭要不要还 真的郭台铭要不要还 郭台铭他在考虑 第二个为了联署书 民进党13个县市 动员了司法力量 全面性的警察 查了36个人 这36个人积压的积压 然后交保的交保 司法案情还没开始 就司法侦办还没开始 显然他要逼郭台铭选 如果郭台铭这个时候不选的话 这些曾经帮助他的人 都要准备进监牢的时候 你郭台铭突然不在 那怎么对这些人交代 这些人几个都是我的朋友 我是私底下问他 他们说他们跟郭台铭之间 没有对价关系 他们真的是在帮郭台铭选 其中某一位人凶事 算是我的大哥 他花了两三百万 就是要帮郭台铭联署 就是换句话说 这一些人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 如果郭台铭不选的话 那请问怎么向他们交代 所以郭台铭现在他在考虑的是 这两件事情 那现在又传出了 柯郭侯 不 柯郭和 郭柯和 现在他又传出了 在柯文哲的音念之间 所谓音念之间 就是 就是 郭柯沛 音念之间就是郭柯沛 你柯文哲可以要求国民党这样 那我能不能要求你也 比照的 就是说 郭台铭现在对于柯文哲的反复应该是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只不过 他现在不说而已 那事实上他并未答应 跟 柯文哲搭配 也并未答应 全面性的跟柯文哲结盟 截至目前为止 就我所知 柯文哲是有求于郭台铭 那郭台铭看到国民党这个例子 他也吓都吓死了 就是说人反复可以到达如此地步 所以 郭台铭现在 他也在限度参考 究竟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毕竟 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的时候 被外界嘲讽成那个样子 对郭台铭来讲是点滴在心头 谁帮他联署 谁在这个紧要的时刻帮助他 郭台铭不是不知道 我可以告诉各位 原先 原先朱立伦答应的某一些人列入不分区 那这一些人帮助了郭台铭以后 朱立伦是把他们从不分区的名单 把他剔除掉 至少有四个人 我再讲一次至少有四个人 四个不分区的 就是因为他帮助郭台铭 全部都被剔除在外 连不分区都没有 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名单上面 不管是安全名单 或者是最后名单都没有他们的名字 他们这些人无怨无悔的帮助郭台铭 到了最后通通都没有 那你说 你是郭台铭的话 你怎么看国民党 如果你是郭台铭的话 你怎么看民众党 就是郭台铭纵然 他提出了人选不分区 给了柯文哲 坦白来讲都不在安全名单以内的话 那郭台铭为什么要跟柯文哲合作 我们从反向思考 因为对于这件事 我是用反向思考的方式 当别人认为郭台铭不可能参选的时候 我说他一定会参选 当别人认为说他联署的时候 我说七八十万份是可能的 最高就是七八十万份 现在是九十多万份 这一些都被我们判断出来了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他花了那么多的心思 那个时候在差不多十一月的时候 十月底到十一月初 他一再要求跟柯文哲合作 柯文哲里头不里 甚至于郭台铭 我的金肯总部 甚至于我的联署工作站 可以当做民众党的党部 或者民众党的基层动员中心 柯文哲都没有接受 那现在柯文哲找他 柯文哲找他 就是因为他知道他闯祸 所以他要一个外援 这个外援除了郭台铭 没有其他人 那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是一种投机性格 那既然他投机的话 他必须要投郭台铭所好 那郭台铭的回复就是两件事 第一个连署 还有那么多人为我坐牢 那我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真正的关键 就是蓝白锅三者之间 究竟要不要合作 就是要看看11月22号 这一天谁抢先登记的话 那就对不起郭台铭 他也会登记 各位不要忘了 计程车工会 还有其他地方找郭台铭 跟柯文哲的时候 柯文哲骂那个郭台铭 是骂得非常的刻薄 那一些我们都已经讲过 就在这边我就不再重复 但是政治可以玩弄到这种地步 也算是一种惊世骇 这个人就是柯文哲 郭台铭对柯文哲 他会想到的是说 柯文哲找他的目的那是什么 现在是柯文哲有求于郭台铭 郭台铭无求于柯文哲 对一个反复的人 那请问你会用什么方式对他 只不过他们面对共同的对手 叫做国民党而已 他们两个之间的利益结合 大概只有如何对付国民党而已 这个就是郭台铭的心愿 所以柯文哲的因练之间 究竟要不要柯郭配或者是郭柯配 还要看郭台铭的意思而定 最近柯文哲拼命讲 郭台铭是一个有高度的人 他跟他谈的政策 这个是柯文哲从来没有讲过的话 从柯文哲的话中的意思去反推 他跟郭台铭之间显然没有存在某种默契 也没有共识 而是说柯文哲希望郭台铭帮他 那郭台铭要不要帮他 就看11月22号而定